突发心梗,吃了速效救心丸,也没有能够救活自己 正确的急救方式是什么? 朋友们好,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有一位中年患者,突发心急梗死 在接到家人的呼救之后 120紧急赶到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救治的机会 身边放着硝酸甘油片 家里人说,在发现他突然胸痛之后 立即含服了硝酸甘油,但很快出现了意识不清 昏迷过去,根据这位患者的病情可以推断 他患的是急性心肌梗死造成的心源性猝死 最近很多中青年猝死的例子 华为的高管马拉松跑步之后猝死 大连万达的名手小王涛 三国演艺关羽的扮演者陆树明 都因为突发心血管事件离开了我们 这些猝死的人群中 多数没有明确的心血管病 却突然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而猝死 还有一部分人知道自己有关心病 但病情控制不稳定 突发心肌梗死导致猝死的发生 这些有关心病的人身边经常携带急救药物 塑造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 为什么有人含服了急救药物之后也无际于事呢 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到底该怎样急救才是正确的操作呢 因为急性心肌梗死一般是由冠状动脉斑块破裂形成急性血栓 导致冠动脉管腔严重狭窄或者完全堵塞 心肌持续的缺血缺氧 超过半小时以上就出现了心肌的缺血坏死 同时会出现恶性心理失常导致猝死的发生 因此一旦发生就必须注意 第一注意就地休息避免移动 可以平卧或者选择半卧位的舒适姿势 任何活动都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加重心肌的缺血缺氧 甚至诱发恶性心理失常 引起猝死的发生 有网上谣传说千万不能躺下 并且要跑步 一旦躺下就站不起来了 那是十分错误的做法 第二点是使用药物 对于有关心病的患者 一般都常备硝酸甘油等急救药物 平时每天都在吃阿斯匹林或者利比格雷 这时如果考虑病情发作和以前的心脚痛类似 只是时间更长症状加重 可以舍下寒服苏效救星丸或者硝酸甘油 可以一次吃下300毫克的阿斯匹林 加上180毫克的利比格雷 把药片嚼碎吃下 但这种做法有一定的风险 万一到医院检查心电图 不是心肌梗死 甚至考虑是血管夹层等疾病 就会失得其反 用药期间注意测量血压 如果血压偏低 硝酸甘油就不能随便服用 第三点是心肺复苏 如果家人发现患者已经出现了意识丧失 出现抽搐等症状 呼之不应 说明已经出现了心跳奏停 需要紧急进行心外按压加人工呼吸 并且不能间断 要持续等到专业救援队的到来 一旦出现了血管的堵塞 血栓形成 含浮 硝酸甘油或者塑硝救星丸 效果是不明显的 它只能够轻微地扩张冠状动脉 对于血栓没有治疗作用 根本的治疗 还是需要紧急去医院 第一时间开通堵塞的血管 用溶栓的药物或者直接冠状动脉造影支架等治疗 才能够减少猝死的风险